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宅 這系列的影片主要是針對剛接觸遊戲的新手 用比較淺白容易理解的方式 讓新手也能快速上手七大嘴這款遊戲 這次第四堂內容是要來講戰力提升講解 因為戰力提升的重點很多 對於新手來說一次講太多不好吸收 所以我會分為上下兩部分來講解 上半部是比較簡單直接提升戰力的 而且是新手入門就能直接開始投資 直接影響到戰力高低的就是等級 不管你是SR、SSR、UR或是超進化之後 等級都還是最根本也是最簡單提升的 強化的費用是根據你當前等級來計算 一次吃六個六星跟六個三星的經驗水價格是一樣的 但是提升的等級多寡就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省錢就是盡量吃高等的經驗水 再來是進化 角色不管原本是R、SR還是SSR 最終都可以透過進化提升到UR階級 而角色等級上限也會跟著提升 R最高30等、SR40等、SSR50等、UR60等 在UR滿等之後可以進行超進化 每一次超進化都能提升5等的上限 目前最高應該是80等 但這個要跟著主線人物才會解鎖的 第三個也是簡單好弄的裝備 裝備大致可以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 左上、右上的裝備屬性是攻擊 左中、右中的裝備屬性是防禦 左下、右下的裝備屬性是HP 而裝備又可以根據效果分為9種套裝 新手不用想得太複雜 建議上、下選擇猛攻套裝 中間選擇鐵壁套裝 這樣可以最直接提升攻擊跟防禦屬性 初期只要弄猛攻加鐵壁套裝就可以了 新手只要照著以上三個部分來提升 基本戰力就能達到單隻16000 足以解鎖角色的特殊戰績 這樣也算是達到遊戲的基本門檻了 那以上就是這次新手教室的內容 希望可以幫助到新手更快上手七大嘴 下一次我會來講戰力提升的下半部分 會講到角色的覺醒、裝備屬性的挑選 以及其他可以提升戰力的部分 如果以上內容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點個讚跟分享出去 讓更多新手看到這支影片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跟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其他影片唷 有什麼想問的也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